曾宇山 去北京跟他检查以后 拿了治疗 治疗有很大的好感 治疗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现在他的这个治疗 大概也就是 十岁左右的孩子的治疗 他做作念 就是这个加减法 只在是以为的加减法 只会加减法 这个治疗就 只能达到这个程度 我刚才还想捏一下 你的脸蛋 我现在不敢捏 你是个成年女子 来我们有一些 曾宇山的一些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张 是多大的时候的照片 它是七岁的时候的照片 右边这张呢 右边这张 它是十三岁的时候 下一张 这是多大了呢 去年 这张是去年照的 右边这个孩子 是七岁 还要比他高 七岁还比他高 但这会儿他已经是有 二十岁 他长得特别可爱 一张苹果里 但是就是 那个有病嘛 没办法 但是我有点特别奇怪的是 他父母呢 为什么要以旧公和旧奶奶来养 他妈妈已经在 很多年间就家人了 就跟别人 组织了家庭 他的父亲 在13年就去世了 去世就没有人管他的 所以他父亲死了 然后他就我们觉得他很可怜 蒙到我们家来 那父亲走了以后 为什么不去找他母亲 他母亲没办法 他母亲另外住着家庭 有一个儿子 找到他了吗 找是找到 但是从来没见过面 其实他母亲 是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孩子啊 他还是愿意见他 但是如果说 要把他带到他家里去 这样不可能 因为他现在组织了家庭以后啊 他现任的丈夫 就不同意这个孩子 到他们家里 所以说他的妈妈 也就不敢来见这个孩子 但是我们也跟他妈妈讲 就是说这个孩子 我们也不需要你 对他付出什么 只要你来 经常来看看他 跟他一点母爱 因为他现在 又失去了母爱 那个父亲 已经死掉了 就是他孤苦宁敬的 一个人 他的奶奶 已经死掉四年多了 他爷爷也有病 另外也有一些亲戚 但是他那一些亲戚 他们也不管他 所以就到您这儿来 我们就受养他了 他现在的病情 您刚才说 还没有控制 还是掉头发 有一些好转 但是没有彻底的最好 那他的这些医药费 是谁在负担呢 大多数应该是我们在承担 您大概现在承担了多少钱 今年我们四月份的时候 去白京跟他医院里面 去跟他检查 从那个来区的车女费 医疗费 检查费 也是我们的一切用途 已经花掉了三万多块钱 所以说这个费用也是挺大的 你们老两口的退休金 加起来估计也没多少吧 我没有 他没有退休金 你还没有退休金 我又有一点退休金 也是两千多块钱的退休金 那这样一个算是远方亲戚了 但是现在有你们在承担着 对 我们是怎么想的呢 因为很多孩子破练嘛 我们收养他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想的 其他的亲戚没有人管他 他生活上不能自理 他现在房子也没有 房子也到这了 叫他去什么地方 所以他现在都跟你们在一起住 不管怎么说 他还是我们有血缘关系嘛 我们也应该进到我们 这个做长辈的这任 进我们一点进步 凭良心说 谢谢你们 这孩子听话吗 乖吗 挺听话 会疼你们 会疼人吗 会疼人 玉山啊 这个是救公是吧 对 这是救奶奶是吧 对 他们对你好吗 好 你对他们好吗 好 你怎么对他们好 你说来听听 去年过年的时候 我给他们两个艺人 买了一件衣服 你 你赚了钱呢 不是 是我过年的钱 你过年的压岁钱啊 对 为什么要给他们买衣服呢 因为我就可过生 啊 我就可过生日的 我给他们说 我给他们买了一件衣服 对 我给他们买了一件衣服 我给他们买了一件衣服